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汉海昏侯大墓的考古发掘现场 却热火朝天 考古人员会有怎样令人惊喜的发现 国宝档案深入考古第一线 为您揭开海昏侯大墓的千古之谜 2015年年末 中国江西省南昌市关西乡 一座被称为郭敦山的山包上 一座大墓的考古发掘正在进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媒体聚焦 考古现场气氛紧张 一块又一块金饼被提取出来 金光闪闪 小指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看 对 我来自肉 Group 你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量的青铜器 铁器 玉器 金器 漆器 墓葬出土的文物种类包罗万象 而且精美异常 如此规模的墓葬 数量庞大的隧葬品 种种迹象表明 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 专家将此墓命名为海昏猴墓 因为根据史料记载 墓葬所处的位置 在西汉时期是海昏猴的封地 海昏猴一共有四代 历经168年 那么 这座墓葬的主人 属于哪一代海昏猴呢 在墓室西边回廊内 陶古人员清理出 带有文字的漆木器 在漆木器上 人们先后发现了 昌义九年 昌义十年的字样 专家经过考证后认为 既当过昌义王 又当过海昏猴的 只有第一代海昏猴刘鹤 再结合其他的考古证据 专家将墓主人的身份 锁定为刘鹤 据记载 海昏猴刘鹤的一生 犹如坐过山车一般 跌宕起伏 他本来是位王爷 阴差阳错地 被抬上了皇帝宝座 最终却是难科一梦 在短短二十七天 就被拉下皇位 贬为侯爵 那么刘鹤的皇位 从何而来 这二十七天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的墓葬中 怎么会有数量 如此庞大的随葬品呢 刘鹤是汉武帝刘彻的孙子 沿袭父亲的王位 五岁做了第二代昌翼王 属地就在今天的山东境内 相传刘鹤不爱学习 平日里变着法的吃喝玩乐 他最大的爱好是飙车 创下了半天骑马 狂飙二百里的记录 据说好的千里马 一天能跑一百里 就非常不错了 刘鹤为了半天跑二百里 累死了不少马匹 西汉原平原年 即公元前七十四年的一天晚上 刘鹤正在府邸 一封机密的洗书被紧急送到他的面前 摇曳的灯光下 刘鹤连忙打开洗书 上面大意是说 让刘鹤继承大统 即刻前往都城长安 原来当时的皇帝汉昭帝去世 昭帝没有子嗣 朝廷在皇族中千挑万选 最后选中了刘鹤继承皇位 这一年 刘鹤十九岁 当得知自己要当皇帝时 他喜出望外 片刻不停地打点行囊 第二天中午就出发赶往长安 抵达长安城下时 刘鹤心情激动 眉飞色舞 随行的郎中令公岁 见此情景提醒刘鹤说 虽然您马上要继承皇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吴迷 感谢观看 史书记载 刘鹤当了皇帝后 肆意妄为 随时随地都要发号施令 27天一共发了 1127个诏令 主要是向各地索要财物 那么刘鹤是不是真的 这么荒诞不惊 在海昏侯西汉大漠的 考古发掘中 我们能不能找到答案呢 海昏侯西汉大漠的 发掘工作紧张有序 在墓葬的东回廊 考古人员发现 这里有两个专门的库房 一个是厨具库 一个是酒具库 摆放的都是 和吃喝有关的器物 从出土文物来看 海昏侯刘鹤 至少是个很好吃喝 也很会吃喝的人 厨具库里 各种铜鼎 铜否 青铜豆等石器 应有尽有 被俗称为铜火锅的青铜器 是件三足器 下面是碳盘 上面的容器 度大口小 冬日里的刘鹤 在热乎乎的火炭上 涮着他爱吃的肉和菜 是一大享受 青铜染炉 提供了另一种吃法 铜耳杯里放上酱料 炉下生火 酱料可以一直保持热度 刘鹤可以将煮好的肉 放在染炉里蘸些酱料 吃起来更加津津有味 酒聚库里 铜壶提粮油 大量的七耳杯 淘胎除酒器 花样繁多 一件用青铜制成的蒸煮器 出土的时候 里面还装有大量的芋头 专家猜测 这件蒸煮器会不会是刘鹤 用来酿酒的 所以芋头不得不使我们想到 现在日本的清酒 都是以芋头作为主要的原料 是不是还真跟这个蒸柳酒有关系 我们所说的蒸柳酒 也就是白酒 也就是所说的烧酒的出现 现在比较能够从考古和文献上 能够来证明的 最早应该是在元代 就是李时珍有一个说法 又是烧酒非古法也 自原始创之 而且我们考古材料上 能够证明的 也就是江西里渡的元代烧酒做法 如果汉代就能够做蒸柳酒的话 那是一件在科技史和白酒历史上 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了 是不是还真跟这个蒸柳酒有关系 这个是要值得后面研究的 相传 会吃会玩的刘鹤 在皇位上只待了27天 全臣霍光忍无可忍 他率领文武百官觐见皇太后 决定废除刘鹤的地位 太后召刘鹤觐见 百官当面痛斥刘鹤的罪行 刘鹤便解道 只要有贤臣辅佐 我这个天子不离朝政 又有什么大关系 全臣霍光没等刘鹤说完 便气愤地打断他 说 皇太后以下诏把你废了 你还自称什么天子 就这样刘鹤大势已去 地位直接被废 被送回山东 后来又被发配到江西 封为海昏侯 刘鹤做了27天的皇帝 在位没有年号 汉书没有本纪 这位吴妙号 吴年号 吴在位年期的三吴皇帝 成为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位从封王到皇帝 又沦为侯爵的悲剧人物 也许正是因为历史记载中 刘鹤的种种荒唐行为 海昏侯墓被发现后 许多人觉得海昏侯这个封号 是不是与刘鹤的昏庸荒唐有关 是在有意贬低它 据专家介绍 汉代名字封号 并不会特别避讳一些字 海昏侯的封地 位于鄱阳湖西面 海指的是鄱阳湖 寓意水面辽阔 昏指的是黄昏 黄昏时落日映照 鄱阳湖以西的地方 正是海昏古城 海昏侯的封位由此而来 刘鹤登上皇位 他只见风光无限 却不知背后危机四伏 权位之争 谁主臣服 孔子平风 竹简目睹 围起古琴 大量文物的出土 是否能够揭开刘鹤 显为人知的另一面 国宝档案 讲述海昏侯刘鹤的故事 是否能够揭开刘鹤的故事 是否能够揭开刘鹤的故事 是否能够揭开刘鹤的故事